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 成家立业是华人的传统观念 阶段性的任务 结婚生子完成之后呢 你人就稳了 然后接下来你创业的同时 你要买房啦 因为长辈也觉得你不买房子 你就不稳定 不稳定的话 感觉你这个婚姻 就像在办家家酒一样 所以呢盛大的婚礼之后 你就要开始物色一个 你要给你的一家人 好好的居住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夫妻 本来就会有一些争议 我告诉你 买房子才真的是大吵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的小细节 你才发现说 我原来跟你这么不合 OK 可是不担心 因为呢 事情都可以好好的谈一谈 聊一聊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 就是夫妻 第一次一起买房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把话说开了 对不对 问题就都没有问题了 OK 好好沟通 欢迎今天的代表们 买房代表 第一对是一对夫妻 老公领导远 老婆季湘 大家好 季湘 你看可以笑成这样 你就知道买房子就算炒 后来没事没事 是是是 继续欢迎老婆代表李云珍 哈啰 大家好 好 欢迎两性专家 今天也可以算是半个买房专家 欢迎 因为他买房子 其中包括实力 还有呢 多奇迹 欢迎真养 请 耶 神奇人物 好 然后欢迎真正的买房专家 卖房专家 台湾房屋发言人张旭兰 嗨 你不要买豪宅 我买豪宅 对 这才重要 对不对 豪宅不见得就保证你幸福美满 OK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窝 OK 因为自己住久了就是你的豪宅 请问你们在人生第一间房花了多久时间找 看了几间房才决定买的呢 请把这个时间写下来 就是各位都要写 好险我们是写一样的 对 不然我都知道他带谁去看房了 是是是 好紧张 对 我们真的算短的 四天 我们四天就决定我们现在的这间房子 对 而且我们是第一次买房 是 可是四天三十几间 这样一天看九间的概念 八间 拼起来 对啊 我们都是早上七点多载小孩去上课 上完课之后 我们就从万华杀到林口 然后就开始进 九点开门嘛 我们就是第一个客人 就是进去 然后就开始用电脑去看说 要喜欢哪个按键 然后就列下来 点点点 对 然后就开始开车载我们去看 然后看到晚下午五点小孩下课 我们再稍微去万华接小孩下课 然后接完小孩再杀回林口 继续看 有效率有效率 一天看八间 好的 我们那四天 台子先放下来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没有头绪 因为毕竟要搬出来住 也是非常的临时决定要搬出来住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地区的房子 因为新北市台北市非常多区域 我们就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台北市很贵 可能就是一瓶要六十八十甚至一百都有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不可能 这个我们买不起 那不然我们把中心挪到新北市好了 新北市我们就想说 那新庄三重板桥五谷树林 也都六七十 系纸不知道是台北还是新北 也都六七十 对 都是 系纸也是新北 这些有四五十的 然后因为我们是急着要搬出来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看预售屋 所以我们就是把目标摆在了中古屋的地方 但是中古屋我们老公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他一定要平面车位 不然他的爱车 他的小三会停不进去 会磨到 所以我们就跟房仲讲说 我们的预算就是大概那样 还要一个平面车位 所以我们一开始真的是忙无目的 然后后来我婆婆就建议说 不然我们去领口 去领口 因为他很喜欢领口的环境 然后领口可能价位也比新北市还要 他也是属于新北市 但是至少可能比板桥三重那些的价钱 可能低一些些 我们的概念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去到了领口 那领口一开始去的时候 房仲就听到了我们的预算 以及还要一个平面车位 他就说 林先生啊 林太太 你们这个预算 那可能 来 平面车位刚好 有啊 不是 有一点困难 我们第一天看了很高价 就是1800 1900 但是要杀都杀不下来 那他第二天就是想 他第一天先带我们去看一个 1980万的房子 我们都好喜欢那个非常的大 又更衣室 又有租倉室 在领口 我们三个的脑子里面 就是那一间房子 所以不管他后面带我们去哪一间 我们都是一直想要1980 可是跟我们的预算差太多了 我们就说不行不行 我们还是要降低我们的预算 所以房仲就说 那这样子我们只好带你去看 有可能有一些些问题的 可能就是有小飞侠 或者是有气暴之类的 什么是小飞侠 就是楼上有人飞下来 以为自己有别风 凶宅凶宅 就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这位是从往内跳 我就会问说 到底是往外飞出去 还是往内飞出去呢 但是因为我婆婆跟道元 我们都是基督徒嘛 可是我信主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还是会有一点疙瘩在 那他们就是比较没有疙瘩 所以他们都觉得没有关系 可是我每次去看房子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问说 那是这一栋吗 我们甚至还有去到一间市 他就跟我们说 他都没有讲话 沿路上都没有讲话 然后去到那个楼下 要搭电梯上去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怪怪 为什么房仲突然变得这么安静 通常房仲会很吵雜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点忘记了 因为已经看太多房子了 这一栋是有小飞侠的吗 然后他就突然安静了 嗯 对 我说真的假的 那是ABCD栋哪一栋呢 就这一栋 就这一栋 那是哪一楼 七楼 那我们要看的是哪一楼 七楼 八楼 那还好嘛 虽然不同层楼 可是我就有问 还有这个说法 可是我有问他说 那是往外飞还是往内飞 他跟我说往内飞 那往内飞 那就是我们每天会进出的那一个门 所以我们当看完房子 我完全没有印象 那个房子的格局是什么 因为我完全就是觉得 就在楼下 我就是不想要这边 对 然后下楼的时候 我还特地往上看了一下 往内飞 就这两个窗户 那下来 不知道是这个花圃还是这个花圃 就是你每天经过 可能会有一点疙瘩在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说 我没有办法接受 对 所以我就是跟他说 我们可不可以换另外一间仲介 因为这间仲介从头到尾 三十几间房子都带我们去看 小飞小霸就是气宝 还有一个很夸张的是 我们去看他跟我们说 这个是有点违贱 然后他就是楼中楼 自己建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他就要去看晒衣服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买一个轰衣机 那轰衣机很大台嘛 那你要看好阳台的空间 可不可以放 那他当他要去踩到那个阳台的时候 中介就很紧张 梅先生你等一下 你先不要踩过去 因为我怕你太重 那个踩过去会掉下去一楼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他不让你上阳台 因为我以为是阳台不够稳 是啊 是不够稳 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是用那种铁 薄铁皮跟下面的那种深的铁架 自己夹出去的 夹出去的 那个不OK 那太危险了 那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 找到现在的这一间了 最后的话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看的心太累 看完那个小飞翔那几间之后 看了三天之后 对 看完之后我们就觉得 心好累 那我们干脆换一间仲介好了 那就我看了之后 这一间一进去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间 就是还没有po的 还没有po上去的 等于即将要推出了 对 即将要推出的 然后他就写说 那这间我们带你们去看看好了 然后我跟我妈先看说 这间是完全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然后价钱也算是我们所需要的 就高了一些些 可是我们还有 这个溢价的空间 可以接受 对 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我们到时候就觉得 而且这间好处是 我的小 对 有平面车位 是其次 第二个是 有稳固的人孩 对 有稳固的人孩 对 对 还有一个是 我们都知道怎么帮你们打来 小孩的学区坐在楼下 你们知道 我上完小孩只要一分钟 我骑着自行车 然后回来 被窝还是热的 不是 你知道 你知道他很夸张 明明那个小学 就在我们家对面 正对面 他还要骑摩托 对 这就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还要骑摩托 因为他话回来 被窝变凉了 对 而且这间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 它里面都已经装潢过了 它全部的系统柜 全部都是欧德家具 我们完全不需要装潢 不需要花任何的钱 因为我们是 其实是很急着搬出来 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预算 可以去做装潢 所以去的时候 有我们喜欢的木板 木头地板 然后系统柜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 装潢的地方很少 对 预备好的 就等你们出现 蒙古 对 好的 继续我们来听 雨映真 你的板子 我们来看看 你的人生第一间花多久找 三个月 看了一百间 事情是这样 这一百间呢 其实我那时候是 我跟我先生新婚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买包 没有像姐那么有智慧 是被房东逼的 为什么 他看你们新婚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新婚就租了一个两房 对 然后新婚之后很快就入门洗 肚子就大了 然后就是正在享受新婚 跟迎接宝宝的喜悦 然后突然房东打电话来说 那个奢侈税要开打 我这个房子不想要被磕奢侈 所以我要买了 那租月剩三个月 那你们要嘛就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你们要不要买 如果你们不买的话 那三个月后租月到底 请你们搬送 对 然后我就整个慌了 因为那时候肚子大概已经 大概已经六个月了吧 你都快生了 已经中后期了 他就打说在你快要生的时候 就要你搬家 对 然后我说可是我肚子已经很大了 他说那不好意思 那请你们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我买 然后他开的那个价钱是 天价 没有我们那时候刚出 其实我们两个都刚出 社会没几年 对 所以那个数字 有一千万 他就开了一千万给我们 我们就从来没有 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数字 对啊 而且我们那时候真的是 毕业没几年 所以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数字 电话挂掉 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这些事情 我就说那这样子 这个价钱我们买不起 那我们是不是要另外找地方 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快事 就是我们其实对行情也没概念 我们也不知道说就是 大概行情要多少 我们就觉得一千万很贵 所以我就好 那我开始找房子 我租的跟买的我都找 所以所以一百间是大概就是 我上网找的数量 我就是大概有一百间的数量 就列印下来给我老公看 对 但是 你不斗鸡眼了 一百间 我每天的时候就很慌张 背着大 你看我就背着大肚子 然后每天下班之后就是 一直在什么五九一啊 还是什么房仲 就一直练一直练 练印这样 对啊 练下来就给我老公看 我就很像秘书 他就很像董事长 就我每天就在乘报公文 他就说 No 就他几乎全部都否定 然后他就否定一张 我就掉一滴眼泪 我就说这个也不好吗 这个也不好吗 你不跟他说 其实我是董事长夫人 我演秘书 我真的是秘书 因为他出钱嘛 他出钱他是老大 所以他说得算 那我就是负责收集资料这样 就一百张 最后就剩二三十张 然后他也还在说 这个也不要 那个也不要 难道我要带着宝宝流浪街头吗 他每天都在哭这样 后来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两个心目中理想的条件 也差很大 关于就针对预算方面 就已经差很大 因为其实我对我是 他是学数学的 所以他对于财务 对于预算他很有概念 但我是那种天真浪漫 我连赚自己赚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那时候 找的房子价差也很大 就是那种三四千 没有没有 因为那个零他算不出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先生到底可以 他到底可以背多少贷款 其实我们能够 对于我们的能够负担的能力 有多少 其实我也没概念 你知道我们中南部的房子 就是那种 透天 透天 有钱院 最好有后院 那个在台北叫豪宅 对 我没有概念 他说这个有钱院 这个有后院 有 有 有 这很棒 落地窗我最喜欢的 然后没有绿树 对 但是我先生看到那个价钱 就说这个价钱不行 然后我就说 那你要怎么样 他说要过桥就要到台北市的 这个地方 OK 我说那你 可是你这个预算 我们买不起这里 我就说你这个 你也不切 他说他骂我不切实际 我也说你不切实际 你给我多少预算 然后你说你要 又要离市区近 然后又要 因为他又一定要新屋林 然后一定要有车位 那可是他给的预算 这些其实都达不到 所以我们就每天都在吵架 然后我就 我就抱着肚子哭 然后就是 跟宝贝一起 对 所以后来看一看 其实觉得我们房东开的价钱 还算合理 你们又回头来买房东 还反而房东开的价钱是合理 虽然说对我们来说是贵的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硬着头皮 把那一间给吃下来 所以三个月 然后白哭了就对 对 三个月 然后白哭了就对 对 甚至白哭了 后来小孩哭 小孩出来就每天都被开 应该是你房东在那边 每天在那边暗笑 哭 笨蛋 这个房子都好 你赶快给我买就好了 你实在的价钱 有啊 后来我们家附近捷运站开 他在卖我们说 那时候捷运站 他还不知道我们那边要开捷运站 房东对不对 后来我们住了之后 今天捷运站开了 今天看这一集的时候 是房东在那边 确实 是 太早败了 太早败给你们了 好 恭喜恭喜 很为你们高兴 来旭兰我们看看你这边 哇我就好羡慕你们 你们可以看这个四天啊 什么三个月 这个四天三十几间 对啊 你看两年 你是专家不一样啊 你比较知道怎么挑 不是因为 因为那时候我是选说 我老大他在小六的时候 然后我想让他念 国一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学区 所以我提早我就开始去规划 那那时候其实我想 我先去看了林口 但是因为林口对我上班的地方 相对来说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看了几间 我想说虽然很多社区都很漂亮 但我放弃了 那后来呢 其实我同时也有考虑内湖 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就在内湖 那我在内湖一直看一看 也还是看不到 我当时真的很急了 剩大概一两个月 就要准备要开学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儿子即将要去哪里 去哪里书 结果后来我同事 常常陪我看房子 他就说 虽然你要不要考虑 我们先在内湖租房子 对 我说租房子 那我这样我要搬几次家 他说可是 毕竟你还没住过内湖 你要不要先感受一下 这环境 然后呢 同时你就没有时间压力 你就慢慢长 我觉得好像也是办法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在那个时候 赶快去租一间房子 而且很幸运的是 我租的那间房子 刚好就是内湖最好的学区 然后就非常好的 把我的小朋友呢 都安排在好的学区里头 然后呢 地段也非常好 离我上班也很近 所以我每天睡超饱的 睡到最后一刻才起床 可以去上班 小朋友都可以自己走路上学 就是到远一分钟安全 所以孩子送上学 备窝还是暖的 对 没错 我去做远事 我去做远事 我就派他下去 因为他转个弯 就到学校 好棒喔 对 现在是用租 那个时候是用租 所以那个朋友的建议是对的 对 我就采纳他的建议 我先租 租了一年以后 这中间我就慢慢看 再找 就在附近 就又买到我喜欢的房子 对啊 六十间 所以就花了两年 看了六十间 那他这样子轻松很多啊 那就是最近才买到的 24个月看六十间 一年半钱 你也其实慢了一点 你这样子等于是 二十四个月六十间 这样子一个月 大概才看两三间而已 中间有休息过 好事多猛 就后来为了搬家 OK OK 租房子就先稍微 稍微就是缓下脚步 然后想让小朋友先适应环境 然后再慢慢看说 我到底适合哪里 或老实说 如果要买在内湖呢 他所释出的物件不多 所以也是他会放慢脚步的原因 其实像林口选择很多 可是内湖太少了 因为大家都是只进不出的 对 所以就是会 真的会需要一段时间去找到 在各方面时间条件 还有金钱 都符合我们需求的 所以不但是学区好 还上班进啊 真的 可以学很棒 你本来只是想要二选一 后来两者都可以坚持 对 这个才是为你保 对 真的真的 专家人 这才是为你怎么样 对 感谢主 好 你买房的时候 我有想过学区的问题 等一下 我们做宏书里 他只看一间 然后一个下午就 对啊 我都买菜啊 对 我太太后来就跟我讲说 我买房就跟买菜一样 真的 我都是很快就买到 光精准 一个下午看了一间 对 那时候其实刚结婚一年多吧 然后就知道我们家附近 有 我住新店嘛 对 我们家附近有那个玉兽屋嘛 那我就说 那我们要不要去东看看西看看 逛一逛 逛一逛嘛 然后就开始说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文青 你知道 我懂 是不是 文青就要住山上 住山上 是不是 绿洋人 要有云 要有绿树 要有草地 大地连结 然后离家人远一点 那时候跟家人关系不好 你知道 离家人远一点 不要互相打扰 他对人间比较排斥 对 我觉得仙境比较养 我懂我懂 刷刷刷 开到一个很深的山里面 他们在盖房子 然后就进去 那个那个卖房子 这样东看看西看看 我脑袋瓜里面已经在算 因为我太太呢 她完全没有数字概念 所以所有的钱呢 都是我在管 所以我一直要一算 这个贷款 这个价钱 我绝对付得起的 没问题 我就订了一户 我太太说 就这样 我说就这样 只要我说OK 就OK 这样子 后来就搬进去 搬进去才知道 住山上 好潮湿 这是个麻烦 知道吗 又是云 又是雾 真的会飘进 什么下就会飘进来 云就跟风气一样 它当然会飘进来 那个浴室 你就要一直除湿 不除湿 它就会发霉 你知道吗 就很麻烦 然后就开始抱怨 然后就开始 离市区好远 每天都要开车 聚完会 祷告会回家 都已经几点了 就开车 很深的山里面这样 我后来就把第一间卖掉 我说那不喜欢卖掉 我们去租房子住 对不对 就回到台北了 没有 我就回到教会附近 住教会附近才蒙福 我后来的神学就是这样 感谢主 对 这样聚完会 回家就很快 走路就可以回家 有的时候看房的人心情不好 不是因为你的房子不好 对 是因为他自己 其实一个在 那口袋不好就 心情就不好 好的 所以各位就听到了 看房子的过程 会有一些意见不一样 可是刚刚都是比较嘻嘻哈哈笑笑 然后听起来 感觉大家后来的结果都还不错 但是在这边 我们有一个 夫妻买房 吵架排行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上榜呢 OK TOP 1 房子要登记在谁的名字下面 这个可以讨论的内容太多 TOP 2 就是预算抓多少才可以买得起 TOP 3 就是投期款 贷款 谁抽钱 TOP 4 新屋中股 买公寓还是买社区 然后TOP 5 地段 格局 楼层 采光 平面车位 TOP 6 TOP 6 装潢要采用什么样的风格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们两位 你们为了什么草 我们好 我们为了 平面车位啊 公社啊 我们为了一个事情 吵很凶 公社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 公社多一点 因为你看哦 公社健身房 游泳池 我换算一下 我平常其实有在健身的习惯 只是看不出来 就是 就是我还有在运动 还是有些运动的习惯 那你看 你维持得很好 对 职业伤害 因为 因为你去健身房 你一个月大概都要一千多块 要 那你去游泳池 一个人大概也要一百多块 要 那你这样算一算 那其实 也都省下来了 对啊 你就干脆用有公社 你就买一间有公社的 那我就想说 那时候就找说 公社比较多的 我想说 有时候小孩 如果没有出去玩 也可以带他在 这些公社里面去游玩 那他就觉得说 公社比很重 对 他为什么你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钱 花在公社上面 他说他想要健身房 对不对 我们家现在楼下也有健身房 他只去过一次 然后就跟我闲说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 是十几年的房子 所以那个健身器材 太阳春了 器材都已经老旧了 他跑起来觉得不喜欢 然后又加上装潢格局 其实我们家已经 基本上的装潢都已经有 因为前屋主已经弄得好好的 但是因为 没有一个化妆台 那女孩子的小天地 化妆的小天地 一定要的啊 就是化妆台嘛 那女孩子的瓶瓶罐罐 化妆用品又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想要一个 请设计师设计一个 非常多收纳的一个柜子 然后还有一个化妆台 这样给我 然后他就说 好 那你请设计师设计 那他就跟我说 那他的要求就是 在家里的一个小角落 他想要放一个十字架的夜灯 然后我就说 好 那我们一起请设计师画图 一起评估 估价 结果估价下来 我的化妆台要十万 然后他的十字架的灯 要两三万左右 然后他就跟我说 老婆 那个化妆台太贵了 十万耶 只做一个化妆台耶 那不然这样好了 你牺牲你的化妆台 我们做十字架就好 我就跟他吵 我就说 凭什么 凭什么牺牲我的化妆台 牺牲你的化妆台 买BEN 不是说不要装化妆台 买什么 买一个BEN 买一个现成的化妆台 买一个化妆台 现成的差很多是不是 对 差很多 一两万就可以了 这什么想法 现成的家具 现成的家具 这种BEN 倒也十万就可以安太座 什么关系 系统已经做好了 十万就可以安太座 为什么不安 因为现成的收纳的东西就有限 因为他就是做好好的 而且不合你的心意嘛 对 那因为我们 这个老公在干什么 是吗 是吗 他走演艺圈耶 对 你不许他化妆 杨兴哥你不是应该帮我吗 对啊 好啦 那因为我们房间很小 所以化妆台的位置就是很小 空间很小 那你要买现成的 其实就是有限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你就不能牺牲你的十字架 你可以牺牲你的十字架 那反正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关系嘛 我就去买一个现成的 心里面就有了 没有 我们就买一个现成的那个十字架 挂起来 这样就好了 那也是十字架 我们有心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上帝每天都与我们同在 对 那他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有十字架夜灯 后来我们真的是吵了很多天 我们双方各退一步 我买一个现成的化妆台 所以就是后来他就是请设计师设计一个就是用木板 然后割一个十字架 然后里面长灯条 就是有一个夜灯的概念 然后只花一万块 那这个增值大概多久时间 你来我往 大概 两三个月有 吵这么久 就吵很久 因为他想要做他的化妆台 我就想要做我的夜灯嘛 那最后真的逼不得已 化妆台就是女孩子的梦啊 其实女孩子梦是要 遇到我妈出来调解 这么严重 妈妈出来调解说 那你各退一步 老婆你也会变 那道远你想想看有没有办法 就是不要做成橱柜 花少一点的钱 那我就利用各种关系 那最后一个设计师说 最便宜的方式就是 他像这个这样一个洞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一个木板 隔一个十字架 放上去里面 就有一个夜灯出来的概念 那其实到时候 其实两个装上去之后 不管他的化妆台 跟我的夜灯的效果 都非常的好 皆大欢喜就好 还蛮来讲 你们怎么做 你们两个人开心 对不对 那就是最完美的画面 云真你跟老公 我们炒最多的就是预算跟地段吧 因为我觉得地段跟预算是非常有关系 在什么地段就取决于多少预算 所以他非常坚持 他不能通勤太远 所以我最喜欢山上 你说这都深山开到万华了 对他就很讨厌 他就超级讨厌 就我们两个就完全是相反的 对他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就是过桥就到台北市 所以一定要在那个蛋白区蛋黄区 蛋黄区的边缘 蛋白区还不能太远的蛋白 不能靠近蛋壳 一定要在蛋黄的边缘 那边不就很贵吗 对啊 最近鸡蛋也很贵 对他就是 所以他又要就只有这样的预算 又一定要在那个地方 所以就对于这个秘书就很难做 对后来我真的看了在中和靠山边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靠山 就觉得有小孩就是要有绿意 然后最好是那个落地窗打开 就是情愿这样 我就看了一件这样很漂亮 我就很喜欢 然后他也不会太贵 因为他就是那种一楼 是一楼户 然后是挑高楼中楼 就是尾 对我中南部的人来讲就是尾透天嘛 对啊 就是你那个社区中庭就好像是 是自己的 是你的你有吃份 就好像我的花园 可是尾透天的概念 然后我就去看 我们就去看了 然后然后他就 他刚好我最喜欢的条件 是他最不喜欢的条件 那就是 他觉得一楼庭院户就是最吵 而且最没有隐私的 是 对 所以就是 垃圾还会掉下来 小飞蛇会跳到你门口 对 对啊 所以后来我们那一间 就后来就是有点冲突嘛 后来他就是找 那他说没关系 那我们找爸妈们一起上来看看 他就用这一点 双方父母都出现了 双方父母都出现 四个老人家都出现 然后呢 对 然后我本来觉得说 他们应该会支持我 结果没有 他其实心里都知道说 其实爸妈都会说no 所以他就是找老人家来否决我 他们的确看了也就是觉得说 不ok 不过还好 后来现在回头看 认识上帝的恩典 因为坚持就是房东那个 就买下来嘛 后来我们转手有 比我们入手价大概多了三百万 多了三百万转手 然后那三百万就是去跌到 我们后来买三方 对啊 就是可以少扛 少扛一点 少扛一点嘛 可以选择大一些 不得不说他还是对的 对 先生还是对的 有没有人听过 房子要登记在谁的名下 然后闹到不结婚 或者是就是要 大家就聚了 有没有人听过 有没有人听过 房子要登记在谁的名下 然后闹到不结婚 或者是就是要 大家就聚了 其实以我们 比如说房仲啊 业务在待看的时候啊 刚刚讲的二三四五六啊 都曾经发生过 因为呢本来两个人来自于不同的环境 就常常会不同意见 哪怕都待看到现场 习惯不一样 一个喜欢这个 一个不喜欢那个什么 都会有意见 这都很正常 那你说一呢 这件事应该是比较私密的 因为你们是关起门来讨论的 只有有一次呢 我们都已经是 刚刚讲的二三四五六 通通排除了 他们选定好 要买了某一间房子 好啊 那很开心啊 对啊 要签约了对不对 是 夫妻两个人来了 然后那个双方仲介 代书啊 买方卖方都来了 涂账一大堆 然后那个涂账 正要签约要开账的时候啊 先生还在拜托老婆 老婆拜托啦 这间房子后 我们一人一半啦 不然这样回去 我会被我妈妈骂死啦 都要签约了 还在讨论 名字要挂谁名下 房子要挂谁名下 代表他其实就是要 拜托到最后一个 那其他人很尴尬 还想说 你们两个还没讲好 到这里还在讲 因为之前这个先生呢 家里给的钱是比较多 可是呢 可能太太觉得 你这个名字 要挂我名下 我比较安心 你才是爱我的 就是有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可能之前先生 也曾经答应过 但是他又怕妈妈骂 所以在这个当下 只好故意 就是在这么多人 就是最后一个赶快 他以为 用众人的压力 他以为这样子会奏效 但是真的奏效的 真的啊 对 因为没办法 因为贤惠的呼吸人 因为南方的家人 真的有出钱 如果没有 一人一半的话 他真的回去很难交代 因为绝大部分呢 在南方家里 有出钱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觉得说 那明明是我们家的钱 我们家买的房子 为什么 就挂你们一下 对 那这是一种 那事实上呢 现在其实蛮流行 就是一人一半 对 这一人一半 听起来也很公平合理 对不对 但是如果真的闹到 两个人不开心的时候 这一人一半很麻烦 为什么 我们也遇过那种 我们有客户要买的房子呢 他就是刚好夫妻要离婚 要分家产 这个房子要卖 卖方是要分财产 对 卖方夫妻是要离婚的 那名字是一人一半 对啊 那一人一半就必须要双方都同意 就是出了一个价钱 假设说这个房子 买方出三千万 可不可以同意啊 两个都要点头 对 但因为他们两个 已经闹不开心了 所以呢 业务就必须问先生说 先生你觉得好不好 这三千万 好哈 那我去问太太 太太说 请问你觉得这好不好 不好 我不要 我房子 不止这个钱 对 他就不愿意卖 就算先生觉得说 好了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 赶快撤一撤 离离 分一分 把财产分 结果我们的仲介 就必须两边问 两边瞧 安慰 安抚 什么的 然后呢 最后就是因为卡在太太 所以这件事就没有成交 那意思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 如果这个东西是挂 夫妻名下的话 当你要处分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彼此的一个 牵制的工具 不愿意离婚的那一个人呢 他就会不愿意顺你的意 即使他可能觉得三千已经赚了 他也会觉得 我要干嘛要让你这么早 就快速地离开我 对啊 他要 他就算 名字没有说我不想离婚 他按着也透过房产来牵制你 所以就会变成资产是很难处的 可以学起来 来不及了 他要再买一户 你们的房子谁的名字 我的 他的名字 为什么没有太太名字 因为他说第一间我的 第二间他的 第一间小的他的吗 大子是我 就是你的 我知道 对对对对 我们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之吗 一般来说 如果没有特别去登记的话 就是 一半一半 联合 对就是联合 所以他的名字还是 他的名字 不是要处分的时候 其实他就可以处分掉 因为名字是挂他的 主要婚后财产啦 婚后财买的话 基本上 一定是一半一半嘛 一般的情况来讲 就是士童说 这是你们两个努力得来的 除非 你能够证明说 南方的家里呢 当初我就买 拿了一千万出来 所以这其中呢 有一千万 就是南方家资助的 扣掉的才是 所以我们的法律是这样子的 是 基本概念是这样的 OK 你会怎么建议呢 就是 我觉得 夫妻一洗血上去 其实蛮好的嘛 尤其像这个 这个所谓的 谁出钱嘛 那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好命嘛 父母其实通常都已经准备了一些 对 然后 双方父母都有 帮你出个头期款 后面你们自己再慢慢付 很多是这样 所以会建议说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双方都把头期款 一人一半 然后写一起的名字 还是说 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公平的 这个比较和谐 不会吗 不是 登记出记的名字 手购就没了 两个手购都没有了 对 这其实就要拆解成很多部分 如果说登记在一起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用某一个人的名字来做贷款 所以那个如果你在谈的是 比如说首购的一些利率优惠的话 他仍然是有的 但你失去的是什么 就是你 当然因为这个夫妻是你们共同名下 包括你所要每年要缴的房屋税 地价税这些都是你们两个共同都要缴的 那这也没什么 那比较麻烦的是说 当你卖了这间房子的时候 那因为政府对于自住的房子 他有提供给你一生一次的土增税的优惠 所以你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去减少去给付这样的一个土增税 那换句话说呢 当你们两个共同去分担那个土增税的时候 你也要用他也要用 你们两个一次都用完两个扣打了 但是这样子的损失跟假设 你们有一天要争产了 因为人其实很难这样子做贫困 搞不好你们就是很平安 他们就会很好一辈子 永永远远 余生也是 大家都是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可能大家就会以 比如说如果是这次先用你的土增税的这个优惠 下一次再用我的 那这样子都已经把大家所拥有的这个优惠最大化了 对 但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在财产的规划上面 搞不好哪一天 太太的资产也很多了 大家希望我们的资产是分开或怎么样 不一定是要离婚 也许在资产的规划有不一样的时候 或者是有以后开公司了 资产分配以后要怎么给小朋友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元的这种状况的时候 就比较复杂了 所以没有一定绝对什么方式是绝对好的 但减少麻烦或减少纠纷 其实听起来愿意办 也是可以做的选择 请问专家 有很多人觉得请长辈出钱 请长辈出钱真的就是帮大忙吗 还是帮倒忙 对经济状况有需要的话 是帮很大的忙 让我们可以很顺利的进到下一个阶段 就贷款的付 但是我强烈建议就是 小两口的世界 大人 如果你真的要帮就纯帮 对 不要太多意见 因为那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婚姻 就给了就算了 给了就算了 你孝亲房给我住 要要 对 这个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可能太 你这个 那个公公婆婆说要孝亲房 太太可能不是很同意 你这个做老公的 就会夹在中间 就很难做 可是有一种孝亲房是 公婆还有丈母娘 老丈人都可以来住 大家轮流来 就不要一起来 一起来就有点挤 客房的概念 客房的概念 可能房子已经很小了 小孩子又一个一个冒出来 对 是不是 没有客房 就客房就没有了 我懂 就是其实 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子 婚姻是两个人的婚姻 那当然是两个家族的关系 但是是两个人的婚姻 所有事情要决定 是他们两个要决定 那他们两个是OK 那当然是OK 可是如果 这个公公婆婆 或者是岳父岳母 这个意见太多 其实对他们两个关系 是一种伤害 你们有让长辈帮忙吗 我们家长辈帮 他们是真的想要纯帮 但是就有那个 应该算孝子吧 他就是不让你帮 你老公不让啊 对 他真的很奇怪 他真的很奇怪 在我们这一辈年轻人 就是如果说没有长辈资助的话 就是投机碗真的很硬 对不对 几百万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买第一间的 就是第一间的时候 长辈就心疼我们 在台北两个人 要背一千万这样子 他觉得我们太辛苦 对哦 我婆婆就心疼他儿子那么辛苦 他就准备了一点钱 然后想要资助我们 然后我老公就说 那是你的退休金 又把他推回去 漂亮 然后对 然后我就眼睛着看到钱 OK 右边到右边 右边到头 然后就看到他们两个 母子在那边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那本来我妈也说 我妈看完就说 哎呦 台北家这么贵 不然这样啦 妈妈拿两百万给你 我妈就说她要拿两百万给 我就说 爱妈妈 两百万给你看台北哪边 买一栋透天的啦 不要这么可怜 住那个小鸟窝 你怎么说 庭面客位可能都买不到 我妈两百万 你是要给我去买金山 还是万里这样啊 金山还是万里两百万 也买不到了吧 现在买不到了 对啊 我妈后来就跟我妈说 那个我老公不拿婆婆的钱 后来我妈就说 那好像我也不能给 然后我妈妈又 你先拿回来 妈妈想说 给你甘肚 给你甘肚 对 后来两天都没有办法资助我们 就是长辈想资助 然后年轻人不想 那后来我有问 我有问我老公说 为什么你这么坚持 不接受妈妈的帮助 如果妈妈有帮助我们 那些钱的话 我们可以轻松一些 对 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他就说 基本上 因为他是独子 他就觉得 那个是妈妈的退休金 那你跟妈妈借 你要不要还 你还是得还他 对啊 而且他就只剩那些退休金了 难道你要让他后面 老后就是没有钱用吗 对啊 然后他也觉得说 他也怕 长辈给钱之后 不是存帮 他也其实也怕这个 对 他其实也怕 他想说 要有国习的那个问题 也会啦 你先生其实真的有发现 这个人还蛮 不是 还有肩膀 有肩膀知书达理 懂人情 其实很好 很好啊 现在这种人不多啦 在这儿都是啦 这里有一个写着说 最大不合永远都是价格 同一间房子 卖2000万跟卖200万 会反应完全不同 当然啦 谁出钱的那个人 其实他是最有感觉的 OK 然后呢 这里有个人说 他说曾经在买房前 前辈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觉得房子隔居好重要 还是泰佐心情好很重要啊 你觉得客厅大重要 还是泰佐脾气很大很重要啊 你觉得爸妈来住重要 还是泰佐住的爽重要 当然是泰佐啊 对啦 就是意思就是说 职业 有没有 云真嘛 应该有啦 我觉得你先生除了价钱以外 应该他也都是以你的建议为主 没有啦 以他的建议 那是因为你算佛 出钱不是老大 出钱是老大 我尊重他 好的 然后这里还有写一个就是 身为一家之主的我 大事我决定 买房这种小事交给老婆就好 好会说 好温暖哦 好男人呢 就只有一张床睡觉的空间 很能计较什么呢 过去 过得去就好 这个是真的 是真的 可是我记得我还有 我还有看到一个就讲说 他说 对啊 其实我有一张床睡就好了 因为我醒了 我就得出去上班 然后等到我回家 我已经累挂了 我又回去睡觉 好 这里还有写的 夫妻不买房 就不会意见不合啊 但这不会是理由 OK 然后再来就是 有遇过买完房 还没交屋就离婚了 OK 这个不能怪买房这件事情 是他们父亲 本来就有一些 他们的小触摸 本来就有小触摸 好 道远 有过第一次买房经验 将来买第二间换房的时候 会比较知道 怎么跟老婆沟通吗 就是你知道你在买 要首先弥补什么 是 我觉得我们 弥补什么 弥补什么 老婆是对的 不是 那个化妆台要做最大的 化妆台要大 没有啦 其实我们有一个沟通 姐姐有在努力 OK啦 继续 我很笨的 不是 不会 我们有过一个认知了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买房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 我们两个显现得太喜欢 然后那个房子在旁边 这样窃笑 上钩了 培养 对 而且我们就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办过户 什么时候 他马上就觉得 急成这样 对 超急的 然后变成他就说 那可能我们杀价的空间 就小很多 对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以后我们看第二间 第三间的时候 要冷静一点 像那个杨晴刚刚就有这样 你要这边闲啊 这边闲 这边闲完再闲这边 对 闲完之后 你才能跟他谈价钱 要酷一点 对 要酷一点 不能显现得太喜欢 好 来 续兰 告诉我们 建议夫妻买房 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规划 我觉得其实 夫妻一起去看房 都要先讲好 各要扮演各的角色 尤其包括感觉起来 在座的男士跟女士 男士都是比较理性一点的 会数字管理的 但女生可能呢 他不一定对于这些数字 这么理解 或行情这么能够掌握 但是呢 我觉得他扮演的是 另外一种姿态 那我举例来说 在要准备看房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些财务的评估 包括你自己 除了你说 我大概应该可以买个2000万 但是2000万是根据什么 是根据你的月薪月收入 还是根据你父母给你的头期款 你自己的预备款 你要有一个根据 你要去估算 一般我们会建议说 你每个月的三分之一的收入 拿来做贷款 这个可能会是比较健康 你可能还要生活费 养小孩 偶尔还要出去娱乐 旅游之类的 所以你要预备一些其他的费用 所以费用的评估 不能只凭感觉 要有根有据 所以你要去了解你自己的一些费用 那也包括说 那我们定了这个价格 我可以买到你心里想的地方吗 所以你要开始要了解行情了 你喜欢的区域 它的单价跟总价 你喜欢的产品大概是怎么样 你不能光想说 我要捷运站很近的那附近 可是问题是 那可能比较贵 那你有必要就离捷运站这么近吗 也许转移站公车 或者是其实就像刚刚讲的 也许我们半个小时车程左右的这个通勤时间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你会有给自己一些弹性的空间才会知道说 此路不通我可以怎么样放宽我的选择范围 所以在财力的部分呢 你先评估自身再去评估整个市场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可能比较个人的喜好的部分 你针对房屋有一些什么客观的要求 要把它具体的列下来 不能光用感觉的方式来形容 比如说你希望它的格局空间 三房两厅要有车位 这些可以量化的 我们先把它列出来 那其实现在因为购物网站非常方便大家去做搜寻 你点了区域点了条件 它马上就刷就出来 你就会可以看得出来 我想要的东西跟这样的价格 到底相不相对称 物件多不多 如果你发现刷出来两笔零笔 你就会知道有问题了 哪里有问题 你设定的条件太严格 或者是价格不够高 不确实际 所以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做功课的过程 然后再来呢 你开始要评估了 除了小环境你自己的社区之外 你外部的生活机能 你最在乎的什么 那对绝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讲 我们还是会建议 以交通机能好一点的为优先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是一般性需求的话 你现在住了你自己方便开心 未来你要转手的话 也比较多人会愿意买 容易 就算说我资产很多 我是要买第二间第三间 一直累积起来的 你这间要出租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以现在的房型或者是客观条件来讲 大概是两房小三房 这样子 然后空间大概是25到30平左右的 这样子的住家 它在市场会是一个比较主流 最大宗的 就最多人想看的 所以当你有一天想要卖的时候 以更多人来抢 你就不会觉得说 我的房子可能会贬值 或者是担心它未来的出力 因为当你如果有急用钱的时候 你希望赶快把它卖掉的时候 但没有人要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急 那这样子的房子屋况 它也会有比较好的贷款条件 所以它会是比较 大家会觉得比较主流的条件 所以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然后去做购物的规划 那杨勤告诉我们买房钱的沟通的建议 第一个金钱问题 我想预算很重要 两个人其实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经济 要有共识 只要有共识就不会有问题 第二个买房官 要买在哪里 要买多大 刚刚已经讲了 要有共识 然后看图片 确认装潢风格 就是有些时候你找那个设计师来帮你设计 还是要看一看 然后那个价钱要抓紋 你要先给他价钱 让他来设计 不是他 设计师就跟艺术家一样 他会给你弄得很漂亮 然后钱就一直加上去 我家就是这样 很小的房子 到最后 一百万两百万一直加上去 我跟你说 我太太说 要后宫夜风 要什么风 要A B C D E F G H I J K 风 就一直加上去 你知道吗 满足彼此的需求 你有需求 我有需求 但是如果我们两个的需求 会冲突的话 就必须两个人都要能够妥协 刚刚他们讲那个化妆台的事情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模式 就是两个人要各退一步 不是你要一直坚守在那里 三个月也不够 还过天空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买房子是你这一生当中 一定就是所谓的花费的 最大最重要的那一笔 一定要胜选 那我们在这边也教了你很多 如何去选房子以外 坦白来讲 这个就是你们的未来 你们夫妻 所以有的时候 买房子是个甜蜜的负担 好好的沟通 不要一起用事 好吗 买房子很贵 可是呢 很好的婚姻 价更高 是无价的 谢谢各位 谢谢 恭喜 恭喜买房了 谢谢 谢谢明珍 三个孩子终于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